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部分民众心里仍受影响 乳肉饭 乳肉面 甚至便当里夹快排骨都是猪肉 要是防疫沦陷 非同小可 一定有影响的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控管上面 还有跟业者都会互相的 就是要请他们多多的注意 看看目前猪价 毛猪交易行情 落在每公斤72元左右 和上个月差不到0.4元 跟去年同期相比 也只差1块多 还算持平 我现在维持在一个原来的一个平盘 但是预计在下礼拜就开始涨了 因为年节的关系 准备迎接过年 猪肉需求势必增加 非洲猪瘟会不会影响价格波动 还要观察 但肯定的是防堵非洲猪瘟疫情 得全面警戒 以免民生经济严重受影响 但是有些猪中心说明头的